冰天雪地下 乌克蘭士兵拿槍只是在边境巡逻警戒 因为现在危机没有解除 英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地图 揭示了七条可能的入侵路线 其中三条看到了目标就放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另外三条的目标是放在乌克兰中部城市地涅博 地涅博是乌克兰重要的航天科技城 除了说有重要的丰富矿产之外 其实也是重要的铁路运输纽 因此俄罗斯如果掌控了地涅博 可能很快乌克兰就会全境沦陷 那么第七条路线可以看到的是 俄罗斯军队如何透过克里米亚半岛来入侵乌克兰大陆 那么这份地图也显示了 俄罗斯军队目前所集结的地区 英国国防部也警告了 其实现在俄罗斯保留了重要的军事存在 因此可能俄罗斯在没有警告下就入侵乌克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